女生素颜和淡妆是一个很玄的问题,现在画个眉毛,涂个唇膏出门,不是可以说是素颜的,所以处在自己,别人是不知道她究竟有没有化妆,而化妆的最好境界是让你感觉她是素颜,很多人都做到了,这种现象,在娱乐圈中非常常见,我们都会对明星的素颜抱有期待。 但是很少有明星感染的在大众面前素颜,在这期节目中,赢得胜利的那组中的女生可以获得化妆的权利,杨颖化完妆出来后,邓超感叹到baby感觉没有化吗? 杨颖才听到邓超的话,非常的开心,因为这句话一说,意思在于夸赞杨颖素颜和化妆的效果一样,这一听都会认为邓超在夸赞杨颖的素颜很美, 她本身或许要表达这个意思,不过细细想来,这句话还可以理解,为杨颖之前化过妆了,所以妆前妆后没什么区别,杨颖才听到邓超这么夸自己后, 一脸无奈的样子说到超哥没有办法,没有办法,真的,可见邓超这句夸奖,对杨颖的确受用,一般男生对于胆装是看不出来的,因为并没有很明显,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,就能发现痕迹,杨颖口红看得非常清楚,不只是因为颜色深,在镜头特写的时候,非常明显的看到杨颖将自己嘴的轮廓画小了, 而杨颖用粉底遮住的那部分和涂的那部分非常明显,并且,杨颖的脸上的颜色和脖子,很明显是两个色度,可以理解为粉涂太多,但是远观是没有区别的, 这样看来,并不能说杨颖化妆和眉化妆没有什么区别,杨颖的妆容非常的自然,并没有化的特别重,因此给人的感觉非常不错, 但从杨颖的前后对比来看,只是梳头发和没有梳头发的区别,究竟是不是她的素颜,我们心里非常明白, 另外,节目组不可能真的一点装都不给他们打,毕竟都是明显惹不起,而且并不能看到明显活动的全过程,不能保证真的卸妆了, 其实素不素颜都无所谓,我们真正关心,应该是他们的内在而不是外在,明显是需要形象的, 他们不能真正的把自己不好的地方展现出来,因为大众都不会接受这些, 虽然有很多人会表示理解,但是很少,并且,除了真的是天生励志,否则不会真实把自己的真实面貌展现出来,你们觉得呢?